山间林地怪事频发 无辜村民屡遭袭击 毕竟山村危机四伏 血案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自然奥秘 乡村迷案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四川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之一 由连绵的山脉环绕而成 在四川盆地当中有一个城市叫亚安 地貌类型丰富 区域内既有海拔较高的山峰丘陵 也有海拔较低的平坝盆地 正是由于这种极大的垂直落差 亚安地区植被种类丰富多样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亚安市 一个叫范山村的地方 2004年10月的一天傍晚 家住亚安市河龙乡范山村的村民张某 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的妻子刘某中午吃完饭后到后山去采茶 一直到晚上八点多钟还没有回家 以往妻子外出采茶都会在晚饭前赶回来 今天却有些反常 这让老张辉由得有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他急忙上山寻找 就在距离茶园不远的竹林里 老张发现妻子平时背的碑笼和镰刀 散落在路边的草丛中 而妻子就倒在不远的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